大三时的他就在中关村销售电子产品 被称为中关村小岛爷 我是一个比较尊重自己的兴趣的人 就做的事情一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这个爱好的事情 在北大方正的他 独立完成了国内第一个实用化的Windows 3.0中文环境 被选为北大方正当年七大成果之一 我是认为这不是一场革命 这会对整个中国这个软件界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一年后他离开北大方正自己创业 开始了宏极一时的中文之星时代 25 26岁就被人包养了 我觉得很气愤 之后他创建了新浪网 在短短半年内使新浪网成为了全球最大中文门户网站 并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因此他被人冠以中国互联网教父的头衔 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 与您一起分享如何走好就业和创业中的关键一步 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选择和困惑 是说我要去做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工作 还是我先有一份稳定的职业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是一个比较尊重自己的兴趣的一个人 只有这样的话呢 我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而且呢也只有这样的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呢 整个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才会是个愉快的 哪怕有多少挫折多少的困难 我也是乐意 比如说当时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 我在中安村当小导爷 我那个地下室也住过 没有暖气的私货院也都住过 其实跟北漂一样 但是呢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对未来的 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属于一个销售的工作 所谓小导爷就直接站回台面 这样的最终用户嘛 因为我接触基层 我接触到那个第一线的这种客户 他们各种各样的需求 这一点呢对我来说呢是也帮助很大 还有就在专业上面呢 因为我在中安村呢 接触到更多的更先进 更新的一些的技术和产品 专业上呢也得到不断的训练 后来为什么会做BDV做中文之星 为什么会进方证 为什么能够创业等等 得益于那一段 跟这阶段都有关 所以其实一直都是说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要比啊是要比未来 不是比当下 就是说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了 不可能是我永远的一个工作 这个阶段呢我更加注重我能学什么 我能够为将来能够储备什么 每个大学毕业生其实他还是一个所谓半成品 也就在毕业的三年到五年之内呢 跟社会磨合之后他才能形成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个人才 第二观点呢 一个人想得到回报 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中间这一层 我们说的三明治里面的肉啊 那可能是工资多少 奖金多少 这是中间这块 其实上下还有两块 一块呢就是让你工作愉快 还有一块是什么呢 未来的发展 每个人其实他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呢 他可能很浪漫 他就希望工作愉快 宁可挣钱少一点 我愉快就行 上面这层会变得很大 有些呢可能说 我现在就想多挣点钱 他可能对中间那层要求会高一点 那也有一些人呢 会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我可以多吃点苦 我可以少挣点钱 但是呢我要给未来的事业 未来的职场 多储备点东西 他可能是底下这一层 要求得更多一点 你刚毕业你的这个三明治是什么呀 哪一层之后 在毕业时候的肉呢不能没有 因为我是强烈需要去脱贫 第二个呢上面这层呢 工作呢愉快不愉快呢 但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 然后呢可能对下面这个对未来 这个我可能想要更多一些 如何能够得到旁边 能够帮助你的人的帮助 我想这个能力呢 可能比你一开始是编个程序一样的 设计一个计划 要职会得多 在职场里面如果说你在哪个公司干时间都不长的话呢 一般公司都比较避讳这种人 你知道您的导演那段经历并不那么长 后来呢就进入了方正这样一个大的公司工作 当时你在选择下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是很随性 随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的感觉 然后呢每一步该怎么走 我会有一个价值观判断 然后每一个点去看当时每个机会对我更好 而不是说自己的先规划好一条路线 然后呢就直接往那路线上走 我不是啊 我是在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在中关村呢 那我是从86年一直到89年 这三年呢 我自己觉得在中关村学的还差不多了 该学的也都学了 那如果我再这么混下去之后 我自己进一步呢 就是力量就少了 我需要让自己在技术啊等等各方面有所提高 那这个提高呢 我要找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呢 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 我该换个地方了 那换什么地方呢 当时也有很多种选择 后来也就竟然巧合嘛 因为做了一个汉化系统 最后王选呢 特地找我 就把我那个算是招安 招回北大 中关村小岛爷啊 相当于打游击 被招安呢 就进入那个正规军了 我说能进正规军里面学东西 我再学个两三年 那我自己呢 就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所以我就觉得呢 其实规划啊 因为规划你做得过于具体啊 是错的 我的一种体会呢 其实所谓叫顺势而为 你顺着大势走 顺着大势走呢 你随时能够借力 你要随后每一步 如何去让自己去吸收能量 如何能让自己去进步 如何能够抓住身边 一想要过的这种机会 如何能够得到旁边 能够帮助你的人的帮助 我想这个能力呢 可能比你一开始是编个城市一样的 设计一个计划 要实惠得多 你离开方正应该是在绘画之外的 是吧 离开是肯定的 我是大概两三年吧 我对自己要有一个变化 这个阶段学这块 学完之后呢 我就应该转向到下个阶段去 所以呢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觉得 我在方正也学不到东西了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方正内部呢 人事都真比较乱 反正复杂我是看不懂 你是一个不喜欢复杂的人 而且呢 各个派别呢 都在拉拢我 因为我是很简单嘛 这个城市员嘛 都在拉拢我 都是我很尊敬的老师 要我在里面站队的话呢 把我搞得很纠结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我在方正呢 就是当时做出的中文Windows 我是认为这个是一场革命 这会对整个中国这个软件界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没有被重视 没有被重视的原因 一开始是认为 大家不相信 我们那个好产品 都是经过怎么怎么立项 多少人多少钱的呢 一个人一时间搞出来呢 就能搞出你说的那么好的东西吗 一开始是不相信 后来呢是相信了 相信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产品呢 跟方正原有的产品现在有冲突 既然说你跟一个大的战略有冲突 那你必须牺牲小我了 但这个呢 对我或者对这个产品本身不公平 还有一个原因是 当时做的女朋友 她觉得我应该出国了 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所以呢 这么多原因摆在一起 对我来说就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了 现在有一个职场上的疑惑 我现在是在一个小的一个创业公司里面 之前老板跟我讲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前军 但是我现在进来是 我感觉有点跟当初进来的这个方向已经背离了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家公司已经摇野广过去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每个人的决定必须自己做 任何人没法给你做决定 只能说一些原则 那就我来看的话呢 很多公司呢会有起有落 他在他低潮的时候呢 跪在坚持 我就在老板的角度 如果你能够很体贴公司的状况 甚至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给公司建议努力的话 帮公司挺过这关 在这公司里面理事工程 就跟长征的时候你能坚持下来的 后来都能够成为骨干 我想这个呢你要判断值不值得 如果要值得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 那第二条路呢 你要看如果说觉得这块已经跟你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了 在这边做的话呢 最后有可能变成混热子了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呢 第一个你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 第二个呢自己也不愉快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不管是对你个人也好 或者对那个公司也好 也许你找找第二个选择 没准是对的 但有一点是说你再找别的 也不一定保证就好 怎么办呢 在职场里面就说看你那个经历啊 如果说你在哪个公司干时间都不长的话呢 一般公司啊都比较避讳这种人 因为他没有忠诚度 吃不了苦 所以你最终要不要转工作 你自己要做判断 我们最重要的数字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为什么 知道自己的不足 你在判断了之后呢 你才知道怎么去扬长必短 大家都当老板 那个商业集团 大家只是想着那个去 那个当街地里人 没有人领路 也不行 我们说起房之东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觉得你是一个创业者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但是我们知道您的第一家公司 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创业故事 那其实在新年地 就是周恩基辛整个推广呢 真的是非常成功 完全超出我们自己预料的成功 奇迹办的成功 银声呢是越来越响 媒体又开始采访 各研讨会呢都邀请我参加了 甚至说我们去要各种科技贷款 也变得特别容易了 但是呢这么一过来的话呢 整个公司内部力量就失衡了 原来是让我要名 别人去获利 最后我这个名也有了 利益行也开始有了 那我的搭档呢是学政治学的 一政治学呢 他说了就是一个权力与斗争 很重要是这种权力的一个平衡 后来发现这个权力失衡了 一在失衡了 他就觉得这个在政治上呢 就必须去重新搞平衡 那就把这种政治斗争呢 就引入到公司来了 那我哪是他的对手 那最后让我下决心是什么 是我那个搭档在跟别人说 说王东啊 我可以养了他 那他毕竟是公司的招牌 但是公司还是我说了算 我年纪轻轻 那时候2526岁 2526岁就被人包养了 我觉得很气愤 我又有手艺又年轻 我凭什么就栽在这下面呢 当时想闹家 闹闹家闹分裂等等 但这么一闹的话呢 你必须进入了权力斗争啊 但我又不喜欢权力斗争 最后一个方法呢 行那我舍弃总可以吧 我不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我要获取自由 我自己要自由 要出来了 所以当时是用一种 主动辞职的方式离开 离开之后的那段时间 是你人生中一个大的低谷吗 的确如此 离开新天地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降落伞 我是滚下来的 滚到山里之后 一个是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 当时我是陷入一个 价值观背叛的这种边缘 当时下来之后 很多人说 迟通你看 这是已经证明 你原来坚持的东西是错的 你的工程师脑袋 你这种11 122的是不对的 你所要的这个硅谷模式 只有硅谷才能形成 你走错路了 你那么喜欢硅谷模式 你就应该考TOFU G21去硅谷去 不应该留在中国 在中关村办公司 你不会的耍手段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等等 跟我讲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 我最后如果接受大家这种看法的话 我就有一个好人被他坏了 但关键是我要变不了坏人 最后我只能变成个死人 这个最后变成说 我在从86年一直到那个93年 这个时间全白过了 这么一来的话 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冲击是最大的 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 所以后来办了死同女帮 我是被赌气了 我就不信 我原来坚持着价值观的话是错 我的想法是做不起来 我就不信任 所以当时很幸运的就是说 我终于说服了一批人 从我老婆开始 到周围的一帮 最后把死同也忽悠进来了 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教训蛮大的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这里面的教训是什么 第一个呢 觉得合伙人很重要 第二个呢 你要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规则制定好 而且要努力地去维护你的规则 这个教训呢也是为什么后来跟四通谈这个合作的时候 我会变得比较强势的 我就下定决心 我这次一定要找好 原来四通做投资的公司呢 他都要派总经理过来 我跟他说 我得自己找 你不要我找了 我就不要你的钱了 后来四通也同意了 但是呢 找了半年没找着 怎么办呢 后来我找的一个大哥 算是一个前辈级的吧 他跟我说了一样 他说 说赤总你自己当吗 像你这种眼光啊 根本找不着 你当什么眼光啊 要求是第一个呢 跟我一样崇拜的硅谷模式 对我的产品一样看好 而且呢 人品得好 能力还得强 那不就是你吗 后来他很说 他说这样 你做总经理 你招牌做你的技术 但是呢 拍板你得拍 你不很烦那些 管人事管财务 管什么等等吗 我们给你招两个人过来 不愿意管了 可以交给他管 但是有点 他的听力 后来想 这个还可以 我当时办私通地方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筹筹满志 我当时就觉得 我一定要亲自用硅谷模式 要办一个公司出来 然后五年之后 在海外上市 但是那时候 整个我周围的人 包括公司里的人 除了我太太以外 没有人相信我能做成 所以当时 新浪一上线之后 两三个月之内 一下子红遍全中国 当时网民不多 但是知道互联网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新浪 而且大部分都开始上新浪 在这种情况下 过了两个月之后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95到97年 融资的时候 那个banker 给我来的电话 他说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新浪吗 我说新浪就往做的 真是你做的 怎么回事 两个月不见了变得天了 真是如此 后来到那个新浪上市 什么等等 很多人就出乎意料 直到今天 我父母 我在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 都没有人相信 说怎么也想不到 你现在你能办公司办企业 没有人想得到 虽然里面也是九属一生 但做成了 所以我一直说 人生是自己的游戏 游戏就不停地去过关 如果一个游戏 太简单了 没意思 太无聊 没准我就退出了 我主动退出了 但过于难 超出自己水平呢 那也不行 那个白费时间 我可能也会退出了 我基本上会找一个 跟自己难度相当 或者说高速一点点的 我会找一个阵子 我会努力 然后享受这个 打和挨打的过程 这就是游戏的本身 征服过一个之后呢 我修整完了 我会再找下一个 根据自己当时的体力 自己的这种价值观 自己的想法 永远都会给自己前面 会选一座山 能够去爬 你对吗 嗯 我们就打算了 我们就打算了